我覺得說到底這個三字經的總字數我們也沒特別 因為小時候就一直把它背下來 我也沒有特別去算它多少字 比如說今天算出來總字數是1416個字 那在這麼多個字裡面 我如果想要知道到底哪一個字出現的次數最多 那如果要排出這個前十名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會最簡單 當然我是說最簡單方法還有別的 比如說你也可以寫程式 一般人大概想到這個問題 大部分都是寫個程式完成吧 我看好像如果你用Charlie PD 好像他也大概會跟你講說 他必須要寫個程式才能完成 但是我是覺得Sale裡面已經有很簡單的功能 就可以快速完成並且畫出一個統計圖表 那我在做這件事情之前 我就先問一下Charlie GPT 所以我就把這個問題稍微問一下Charlie GPT 我就問他說 請問一下三字經中 那個置評最高的前十名 是哪前十名 但我不用講的太瑣碎 反正我就只是一個問題 三字經中置評最高前十名 那他就自己幫我把這個問題的答案就顯示出來 他還蠻寫得我覺得感覺好像還蠻有一回事的 他說三字經是一部簡...什麼 簡潔明了的三字句形式的啟蒙教材 大家應該都知道小時候應該有背... 我不知道...我們那時候... 學家老師會叫我們背啦 常常在小學的時候就開始要背這些東西 然後呢...他說出現的那個頻率最高前十個字 他說第一個是人 為什麼是人呢? 因為這個什麼...涉及道德的這些啦 那吃的話呢...當然是因為他是什麼... 他是語助詞 所以這個字我是覺得到底可以略過 那不的話呢...是否定 為什麼他... 否定這麼多 其實理論上應該... 這個三字經應該有教育意義啦 所以就是叫你不要做 不過我發現喔 現在小孩子好像相對叛逆耶 所以你越...他叫他不要做 他好像越要這樣做 你不要亂動 他就要亂動給你看 對齁 所以後來我發現 你如果要叫他不要做什麼事 一定要相反去講 後來我看到那個很皮的小孩子 我都會一直... 哇你好乖喔 你一定非常乖 你一定不會... 你一定不會亂動東西 對...OK 你一定是個好寶寶 OK 然後他就想... 他好像被肯定之後 好像他就會願意朝那個正向的方向 去...去...去...那個 不然的話你跟他講不要不要 他就一定要 OK 我不知道現在... 現在好像小孩越來越叛逆 OK 然後這個為是動詞 所以其實理論上 人這個字好不要... 為的話好像... 這個...這個他是要... 應該就是要做什麼 應該是肯定的 所以我剛剛講 這個是否定就是肯定 那指的話應該是指的是孩子跟... 這個...這個學生 所以他反覆出現 也就是要叫小孩子要做什麼 就是去做什麼不要做什麼 OK 所以感覺他這個... 字評的分析好像還蠻道理的 OK 額的話是一個連詞 所以這個應該不是他重要的 因為他整理是連繫 那學的話就是要叫你要特別去做什麼 那3的話 其實... 在中文裡面3就表示多啦 所以多的話... 數量多的話... 那就是... 欸...他有他... 那知跟善 那這個字評較高反應三字經較一等等等等 他講得好像蠻有一回事的 不過呢 實際上到底是不是這麼一回事 你可以驗證一下 所以我也蠻好奇的 到底那個三字...這個... 三字經裡面是不是這十個字 他的字數是最多的 字評喔 OK 看起來好像... 我剛剛試了一下 我發現好像不是耶 人之不... OK 所以最後我得到的答案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用比較科學的方式 第一個喔 記得... 要先把什麼 把這個JEE裡面的所有的字 通通分開來 那我剛剛講喔 他的總字數是用LEN算出來 有1416個 所以呢 我可以透過Raw-1 得到他要抓第幾個字 所以他這個Raw... 因為這個是第二列嘛 第二列的話就是... 減1之後就得到1啦 所以意思是說我要抓JEE裡面的第一個字 因為幾個字一個字嘛 所以他會得到的是人 那你向下填滿的時候呢 因為列數有沒有... Raw這個函數會向下加1 所以他會繼續抓下來 所以呢 等於是如果假設你一直往下填滿的話 他應該會填滿到哪裡呢 一直會填滿到1417吧 因為包含欄位名稱啦 所以你會發現 最後一個字剛好就是1417 因為主要我是有跳過一個欄位名稱 OK 那你說老師你為什麼要特別加一個欄位名稱 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將來呢你要利用樞紐分析表 去做一個字數的統計分析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因為書紐分析表需要一個欄位名稱 如果沒有欄位名稱的話 他將來會把你的第一個欄... 第一個字喔 當成欄位名稱 那不對啊 人怎麼會是欄位...不對啊 所以有沒有發現我特別會加一個欄位名稱 再把資料放在下方 那如果你把它放在下方的話呢 你就可以很快統計出這個最後的結果了 OK 那這個應該如果你大一有上過 我想我們有做過蠻多類似的東西啦 就是做所謂的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這應該有印象嘛 OK 那你會發現很快耶 最後做出來的結果好像跟他的不一樣耶 不知道哪裡有問題 是他的那個資料問題還怎麼樣 那你會發現喔 他... 第一個字就不一樣耶 他這邊顯示... 我最後做出來有這個字喔 總共出現二、三次 欸...有 他剛剛沒出現嘛 齒的話是有 齒是有出現 可是他的位置好像他不是在第二名 而是在第五名 有沒有 OK 這個是有啦 然後不的話有 約的話好像其實他沒出現 不過約其實不是很重要啦 約的話理論上 他等於是一個動詞 OK齁 那學的話也有 齒這個應該也不是太重要 四跟五這個都還蠻多 反而他剛剛有講的是三 反而沒有耶 所以他其實為什麼特別 四的地方這麼多 那當然呢 如果你說老師那四的地方在哪裡 我想知道這十三個 四 其實在中文裡面的四好像大家也蠻避諱的 因為這個四有個寫音嘛 所以講到四應該不是很受歡迎 那所以你會想說 老師我想要知道一下這個四 這十三個四到底在哪裡 你可以點兩下 這個地方 點兩下 他會自己怎麼樣 幫你把這些資料給寫 哇這個位置 這個好像只會顯示那十四個字耶 所以你如果假設希望有前後文 那當然更好 所以如果你要統計分析 你還可以看一下前後文 把那個十三個字 他的位置 他的前後文如果可以把它抓出來 當然更好 不過目前我們只有做置評 你說老師那將來我想要再做一個查詢系統 我可以怎麼樣 直接輸入那個關鍵字 比如說是這個字 他可以自動幫我列出來 到底是他是在哪一個位置 並且把那十三句話 十三句 十三個 通通幫我列出來的話 哇那會更方便耶 這樣太好了 就是你在看一個資料的時候 就相對的不是線性的 不是從頭看到尾 而是跳躍的 就是把你覺得最重要的部分抓出來 那你才有辦法很快的 知道這一篇文章的重點在講什麼 尤其是那個字數太多的 你看完半天 你看半天看完前面 望到後面 望到前面 你後面 所以變成說你真的完全抓不到重點 哪怕你這個不把它背起來 你還是不知道重點在講什麼 所以我是覺得 分析一個文章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把它變成不是線性的 而是直接抓出最重要的那些關鍵字 再去分析 我覺得得到的結果應該 那個面向應該就不一樣 而且我覺得更客觀 相對更科學 不然的話有時候感覺好像常常問 為什麼你覺得這些都重要 原因何在 因為以前能講的 我老師就這樣講 我老師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我的老師老師也這樣講 所以我們一脈相承 他這樣講 他這樣就對了 那為什麼不能改變 不行 我們有一個什麼 這個叫做一脈相承 有些東西不能改的 因為改的話會 這個好像破壞規矩 可是我覺得這個不合理 你應該去改變它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個 我們要怎麼樣把字屏的部分延伸出來 變成像這樣子 這個我想之前我們有做過類似的 所以我做了這個 第一個 記得你們剛剛一定要先做這件事情 增加一個字屏的統計 其他這些應該可以把它拉過來一點點好了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集中 所以我剛剛做了兩件事 第一個是增加一個公式 把它向下填滿到1117 第二個的話 計算它的總字數LEN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很簡單了 接下來如果我要把剛剛的那一個 樞紐分析表先做出來 那可是我要怎麼統計出 它的哪一些字的總字數最多 那你可以用什麼 插入樞紐分析表 第一步 OK 那第二步的話特別注意 它的範圍 框的範圍好像不太對 你有沒有發現 它選的範圍 連C都選進來 可是我覺得總字數這個不用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A1有沒有 到C的1706改一下 我只要A1到A的多少 應該是1417啦 所以就後面改一下 1417這樣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我要統計的就是 我那些三字經全文的部分 你幫我算一下 哪一些字是最多的 最後我只要排序一下 我就知道 把那個出現頻率最高的放在前面 這樣我就有一個結果了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步 我是先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特別注意 範圍型特別選一下 是A1 把藍位名稱選進來 到這個數字加1啦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第二步的話很簡單 你就直接把這邊的 藍位名稱叫單字的 直接拖拉到列 那它就會幫你把所有 只要不重複的名稱 如果重複的它就變成算一個 比如說假有10個 它就抓一個就好了 OK 所以這邊顯示出來 就是不重複的 這個字 OK 第二個的話 再把單字拖到尺 它就全部幫你把它算完了 這個時候呢 假只有一個字 嗨也一個字 那哪一個最多啦 其實你說老師這邊太多了 Ctrl向下 我看一下 它算完之後有639 要減掉3吧 所以我如果想要知道 最多的留下前10名就好了 那也很簡單 接下來的話呢 我再把游標放B4 再做資料裡面的排序 力道A一下 特別注意喔 力道A的話呢 是把大的放上面 把小的放下面 OK 這樣子OK了 那不過你說老師 那這邊還是600多個太多了 我可不可以留前10個有 我記得好像前 之前我們有上課有講過 前10個啊 你就列標籤旁邊這個箭頭點一下 它不是有直篩選 前10項比較好 前10項意思說留下前10 那你說老師我要前5個 也可以啊 你就輸入5就好了 OK喔 按確定 這樣就OK了 馬上有得到答案喔 OK喔 但是啦 如果你說老師我想要視覺畫呈現 可不可以幫我畫成直條圖 當然可以啊 因為如果你假設沒有畫直條圖 看表格其實也算清楚 但是還是沒有畫圖來的直覺 所以我們最後再把它 你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樞紐分析表分析的樞紐分析圖 或者是直接插入直條圖 這邊有個直條圖 兩個都可以喔 OK喔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樞紐分析圖 你可以插入這個什麼 這邊有個平面直條圖 從這也可以啦 這邊會出現嘛 或者是說這邊一樣也可以出現 結果一不一樣 一模一樣 OK喔 所以兩個地方 看你哪個簡單 你用哪個 或者你用 我覺得它這邊好像比較快 插入 這邊有一個 這個圖 OK 有沒有 你把它按一下資料圖 那最後的話 請你幫我把它放在 D2到M20好了 我習慣放這個範圍 D2到M20 在這個範圍 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也許叫什麼 就是三字經的字評統計分析 字評前十名好了 也許就這幾個字 然後把這個的 顏色 大小 出體好了 OK 跟之前一樣 那改的方法一樣 點它一下 然後在常用裡面 把字換成紅色 出體 18號字好了 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圖利關掉 右上角有個加號 把圖利打勾取消 這樣子就完成我們的 三字經的 前十名的統計 OK 那你可以看到 這十名的結果顯然 跟那個 TrackPT裡面的結果不同 OK 所以這知道 不知道怎麼來的 它這個 感覺好像看起來 好像很認真的 很專業 但問題是裡面有錯誤 有沒有 這邊好像 我看 痴跟善有沒有 痴跟善沒有啊 沒有痴 OK 也沒有善 我不知道它這個什麼 這怎麼來的 還是說這個是 它自己以為哪一個 這多 它就把它列在這個嗎 我不知道 所以這個看起來好像 TrackPT裡面 常常人家講說 它很認真一本正經的 胡說八道 而且胡說八道 讓你看不出來 它在胡說八道 有沒有 所以 顯然 如果你要驗證 我覺得還是真的要亮話 有沒有 我們真的有亮話 難不成說 它的三字經版本 跟我們三字經版本 差那麼多嗎 有可能有版本的差別 但是應該 因為三字經版本 有分很多 歷朝歷代很多版本 但是我在想說 即便是歷朝歷代的版本不同 但是也不至於差這麼多 像明明出現的 明明是四根 有沒有 應該數字裡面 應該是四根五出現最多 可是為什麼它這邊 卻出現三 這個我就覺得很納悶 OK 還有什麼 學這個有啦 我是覺得這個應該還蠻重要的 可是為什麼我的統計裡面 卻沒有支牌在一起 支到底在哪裡 OK 不過這些疑問 我們其實後面其實是需要什麼 除了製品統計之外 後面我們大概會想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 我有個需求 我真的很想知道 到底這四根這個五 到底它在三字經裡面 比如說出現的位置在哪邊 然後到底比如說13 應該理論是有前後文嘛 有沒有 那13句到底在哪裡 可不可以幫我列出來 那以前的做法你要怎麼做 你以前做法可能就是在這邊吧 比如說你就用 這個好了 Ctrl F 有沒有 Ctrl F 比如尋找 那你如果這邊打個4 可不可以找 它好像有個什麼 全部尋找 我看一下全部尋找 它有找到啦 可是這樣子好像也看不太出來 那你尋找下一個看看 它沒有耶 這也不好找 所以五這邊有看到啦 可是你不可能用眼睛看啦 焦五子 五行 四有啦 四書 所以這邊講的會不會都是四書 就這樣你要念四書 到底是什麼 還有六 有沒有 所以在這裡面的話 三也有啦 說是三黃 三鑽 OK 那如果假設啦 順便要講說 如果數字1到10 到底在三字經裡面哪一個最多 你也可以排名一下 OK 好了 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剛剛的重點回顧一下 1 就是先 置評一定要先做 2的話呢 記得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範圍記得先改 這個如果沒改的話 你後面結果一定會錯誤 這個記得 把它範圍改成A1 到A1 再取消一下 插入輸入位 這一定要確認一下 A1到 這個要改一下 改成A的1417 這個一定要改 1417 這個一定要改正確 如果沒改正確的話 你結果統計一定會錯誤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它拖拉到列 拖拉到值 然後再做排序 資料立到A 然後再把它留下前10項 並且利用這個 繪製出一個統計的一個圖表 然後名稱的話呢 就是叫做 就是這個名稱 叫三字經前10名的這個名稱好了 就用這個當名稱 好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 試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